大南澳地区西侧有高耸翠绿的山脉 而东边则是壮丽的太平洋海岸 在大海与山脉之间是宽阔的平地 主要是耕作农地 视野辽阔令人心旷神怡 不过却有多座的高压电塔 从山上延伸到下来一直到平地 相当的突兀 与自然地景显得格格不入 有爱整体的视野景观 也破坏了美丽的天际线 地方长期以来 希望争取高压电塔地下化 南澳地区 其实过去就是因为电枪的关系 所以有那个电塔 由整个农田农地 从山上然后就从平地这样一路经过 所以其实这个电塔 今天在平地里面对整个南澳的地方来说 整个南澳 我们从南澳地方理解来说 其实造成很大景观上的这种不好 那很多民众其实长期以来 一直在争取希望可以把电塔的高压电线地下化 大南澳地区 这个我们苏澳已经在南澳地区这里 已经长期在争取这个电塔 可以地下化 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个包括中央 还有这个台电能够来协助 这个南澳地区 把这个行进这个平原地区的这个电塔 可以做地下化的这样的工作 亿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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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